为了促进地方和谐 并且期许在新的一年里 国行乡有新的气象 国行乡公所今日举办行春团拜 即走春活动 在各级名义代表以及乡长的互道恭喜之后 也由乡长带头 徒步前往胡国公以及山清宫 祈求今年能够祥运昌龙 先员林芳于蜀玉成以及陈怡君 今日也特别到场 参加乡公所的团拜活动 期许未来在各级名义代表 以及乡公所的配合之下 国信乡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今天是我们国信乡公所的新春团拜 相信各个机关团体 也都在今天举办一个热闹喜气的新春团拜 新人新气象 国信乡由秋乡长主政之下 带领着整个团队 相信有一个新的气象 当然在地方建设方面 国信乡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需要建设的地方 身为民意代表的我们 我相信大家都会互相的支持 互相的资源 把乡镇把地方建设的更圆满 先员淑玉成表示 在新的一年里 希望在新任秋乡长的带领之下 国信乡有更好的发展 未来他也会配合国信乡 村里长 乡民代表以及乡长 为国信乡亲争取更多的权益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国信乡的新春团拜 现在市农工商 大家各施其职 我想以后我会配合我们乡长的施政 也会支持我们村长 还有我们代表建立事项 以后国信乡的大小市书一城 会来帮忙 先员陈宜君表示 国信乡在历任乡长的努力之下 发展的越来越好 这任由邱美林乡长接任 他也表示有信心来带动国信乡的发展 因此他也期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国信乡能够从各方面做整体的提升 使国信乡越来越进步 这几年国信乡在历任乡长的努力之下 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今天在这边举办新春团拜 邱美林乡长也非常有信心 对于带领整个国信乡更进一步的发展 那在这边除了跟各客室的这些主管 拜年跟乡长 然后代表会主席副主席 大家互相拜年之外 我们也期许在新的一年当中 不管是各方面的建设 农产农业各方面的推展 都能够在我们认真的努力之下 让国信乡有更长足的进步 副医长排一圈也在开春第一个上班日 祝福所有的乡亲 未来的一年工作都能够顺利 同时也期许国信乡 在新任邱美林乡长以及代表会 与各级民意代表的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蓬勃发展 记者陈威依 国信乡采访报道